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河东谢州城外有一个村子叫郑家厂 郑家厂有个小伙子叫郑来索 郑家厂衣衫傍水,山上有很多药材 当地人除了种地,大都上山采药卖钱 郑来索父亲就是个采药能手 来索从小跟着父亲上山采药 对山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哪里有什么药材,哪里有贵重药材他都知道 这天早上,父亲要来索把量干的药材挑到镇上卖掉 郑家厂离镇上大约十里山路 一大早,来索就挑着药材出发了 走了两个多时辰,终于来到镇上 来索挑着药材静止来到收购药材的集市上 今天的人还不少 来索是这里的常客 而且带来的药材不仅量的干 收拾得干净,而且贵重药材比较多 所以,很快就出手了 他去买了些盐巴 又到卖肉的地方割了二斤猪肉 然后来到一个小饭馆 要了一碗胡辣汤喝 每次来镇上卖药材 他都是来这里喝一碗比较便宜的胡辣汤 然后回家 正喝着 忽然看见对面包子铺那里围了一群人 包子铺的掌柜好像在殴打一个人 被打的人穿得破破烂烂 躺在地上 两只手抱着头 这年头 讨饭的乞丐比较多 尤其是饭店包子店里更多 脏兮兮手乱摸不说 还趁掌柜不注意偷了包子就跑 莱索正想着 却见那个被打的人 爬起来往这边跑来 包子铺掌柜在后面追着打 当被打的人跑进了 莱索才发现原来是个女乞丐 包子铺掌柜追上女乞丐 一手抓住女乞丐的胳膊 一只手不停地打 边打边说 我叫你再来偷包子 这掌柜也是的 这年头 也是饿极了才偷你包子吃 拧走就是了 还追着打 何况人家还是个女的 于是就上前挡住包子铺掌柜的手说 打几下也就算了 让人家走吧 你说得轻巧 他天天来我店里偷包子 我还怎么做生意 你是他什么人 管得着吗 有本事你把包子钱偷了 包子铺掌柜说 郑莱索说 他偷你包子肯定不对 你做生意不容易我也理解 但他也是饿极了才偷 发现撵走就是了 这样追着打也不合适是吧 这样吧 他偷了你几个包子 我把钱偷了 你放他走吧 刚才偷了三个 加上前几天的 应该有十几个吧 一个包子五文 你掏五十文吧 包子铺掌柜说 莱索从怀里掏出五十文铜钱 给了包子铺掌柜 掌柜这才放了这个女乞丐 女乞丐便一六言跑了 莱索也往回家的路上去了 莱索正在回家的路上走着 突然从路旁树丛里跑出来一个人 挡住他的去路 莱索一看 原来是刚才偷包子的女乞丐 你怎么在这儿 还有什么事吗 莱索说 女乞丐没有说话 摇摇头 然后跪下来给莱索磕了一个头 转身就走了 莱索想 这乞丐还知道感恩 看着他走远了 便继续赶路 回到家 依然和父亲上山采药 晒药 而母亲把晾晒干的药材装起来 等攒够了几十斤 便让莱索到镇上去买 晚上吃过饭 父亲对莱索说 莱索啊 咱今年好好干 明年开春后把房子修一下 你说这破破烂烂的房子 谁家姑娘愿意嫁给咱们家啊 你都二十多了 我和你娘着急 爹 不着急 明年一定能修房子 莱索说道 于是 父子俩加紧采药卖药 积攒银子 半个月后 他们又晾干了几十斤药材 正莱索又要去镇上卖药材了 来到收购药材的集市上 莱索将药材挑到 经常收购他药材的掌柜那儿 掌柜看也不看就过秤 莱索是信得过的免减卖家 但是 刚要过秤 又来了一位药材商 对莱索说 你的药材我全要了 一斤比这位掌柜高二十文 怎么样 莱索说 针对不住 我已经卖给这位掌柜了 而且我和他已经建立了 长期的收购关系 好吧 那位药材商说完就走了 莱索便又去买了一些日常用品 便去了卖胡辣汤的铺子 坐下来喝了一碗胡辣汤 起身刚要走 却见刚才要高价收购 他要采的那位药材商过来了 别着急走吗 坐下聊聊 药材商说 莱索说道 真的对不起 我已经和那位掌柜建立了长期的收购关系 我不能因为您出的价高就卖给您 做生意要讲诚信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关系是可以解除的啊 干嘛能多赚钱而不赚呢 而且你赔偿他一些钱就可以的 在这方面 莱索是个认死里的人 无论药材商怎么说 他都不答应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本县县令的侄子 药材商身边的一个跟班说 不管是谁 也要讲诚信对吧 莱索说道 好好好 讲诚信 讲诚信 咱们后会有期 药材商说完就走了 莱索喝完胡辣汤 付过钱 也起身走了 他还要赶着回家呢 然而 他刚走到一个店铺前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急急慌慌走过来 撞到了他的身上 黑衣人抬起头对莱索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莱索说 没事 没事 便要走 却见昨天那个女乞丐 晕晕呼呼走过来 从他们两个中间穿过去 撞在了那黑衣人身上 回头笑了一声便跑了 疯子 黑衣人骂了一声便急急慌慌走了 莱索望着那消失了的女乞丐 摇摇头也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然而 当他又走到昨天碰见女乞丐的地方 那个女乞丐又突然从路边树丛里走出来 将一个布包给了他 就转身走了 这不是他的钱袋子吗 怎么在他的手上 他突然想起刚才那一幕 心里就明白了 原来刚才那个撞他的黑衣人是个小偷 趁撞他的时候偷走了他的钱袋子 这么说 这个女乞丐也是个小偷 而且还是个很厉害的小偷 来所往女乞丐消失的方向看了看 心里想 他虽然是个小偷 但却懂得感恩 然后摇了摇头便回家了 回到家 把钱交给母亲 但没敢把今天的事给父母说 他怕他们担心 母亲从床底下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罐子 把钱藏进去 又放回原处说 你们再干几个月 咱们就可以修房子了 房子修好就给你娶媳妇 不着急娘 傻孩子 你不着急我和你爹却着急着呢 转眼就到了8月15中秋节 来所和父亲又挖了几十斤药材 而且已经晾干收拾干净了 父亲说 后天就是中秋了 你明天去镇上把这些药材卖了 买些月饼 割几斤肉 再买一斤酒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 来所收拾好药材就往镇上去了 昨晚 他在钱袋子上细了根绳子 绳子系在裤腰带上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来到集市上收购药材的地方 却看见只有一家收购药材的 却是那个县令的侄子 他问别人 今天怎么只有一家收购药材的 一个卖药材的说 听说他们都被这个县令的侄子挤兑跑了 县令的侄子看见来锁 笑嘻嘻地说 来了 你的药材不用查验 直接过秤吧 来锁没说话 便去过秤 差不多还是六十斤 但结账的时候 却比平时少了很多 他就问伙计 怎么这么少 一斤多少钱 伙计说十文 十文 不是说比别人高二十文吗 应该是四十文啊 怎么猜十文呢 你问掌柜的吧 伙计说 来锁就问县令的侄子价格为什么不高还低 县令侄子说 高价收购 那是前些日子啊 可你不卖给我啊 今天就低价收购 你愿意不愿意卖给我 还是你说了算 愿卖 就结账走人 不愿卖 就拿了药材走人 原来一斤二十文 现在十文 六十斤要少卖六百文 父子俩半个月的辛苦钱给坑去了一半 来锁不卖了 挑起担子就走了 他要挑到另一个镇上去卖 尽管那个镇很远 但能多赚六百文还是合算的 以后就去那个镇上卖 然而 等他把药材挑到另一个镇上 却见这里也只有一家收购商 价格也是一斤十文 看来 所有地方的药材收购 都让县令的侄子霸占了 这明显是七行八市 但它是县令的侄子 上哪说里去 无奈 来锁只好把药材卖了 买了月饼 肉和酒 饭也没吃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 父亲上山采药还没回来 母亲问他今天咋回来这么晚 他把今天的事给母亲说了 母亲说 卖多少是多少吧 总比没啥卖得要好 晚上 父亲回来 听说县令的侄子七行八市 也只能哀声叹气了一会儿说 世道就这样 也别生气了 咱们再苦一点 多挖一些就是了 不然你找谁说里去 又过了半个月 又该去买药材了 因为到哪里都是一个价 来锁还是去了原来的镇上 卖给了县令的侄子 然后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去胡辣汤店铺 要了一碗胡辣汤坐着喝 这时 旁边坐着一起喝胡辣汤的小伙子 你们知道吗 很多年以前 有一个王爷带着几箱银子和首饰难逃 逃到这里时 住在一个穷苦人家里 却被一群官兵围住了 但等官兵打开门冲进屋里 却发现王爷全家都已经自建了 但官兵在屋里搜了半天 什么也没发现 有人说 王爷把几箱银子和首饰 埋到地下了 现在有人正在找这批银子呢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一个王爷能住到穷人家里 再说 几大箱银子和首饰呢 穷人家的房子有多大呢 埋到地下能发现不了 另一个喝胡辣汤的小伙子说 我也是听说的呢 你信不信拉倒 都是些无聊的故事 来索喝完胡辣汤 付了钱 便往回家的路上走 走出这条胡同 就是通往正家厂的路 这时 突然看见那个女乞丐 往胡同里跑过来 后面有一个人在追 当女乞丐经过她身边时 她将女乞丐拉进一个没人住的房子里 当追赶女乞丐的人跑过去 他们才出来 那人为啥追你 是不是又偷别人吃的了 来索问女乞丐 女乞丐摇摇头没说话 来索从钱袋子里 拿出一百文铜钱给女乞丐说 饿了买点吃的 别去偷了 女乞丐没有要钱 纸弯腰给莱索施了个里便走了 奇怪 难道她是个哑巴 怎么一直不说话 莱索心里想着便出了胡同 往回家的路去了 回到家 母亲对莱索说 索啊 娘托没人给你说了一家姑娘 明儿个去见个面 没什么就把亲事定了 你爹说明年开春就可以修房子了 修好房子就给你澄清 莱索说好 第二日 梅人带着莱索去相亲 莱索跟着梅人来到梅人家里 梅人说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去叫姑娘过来 过了一会儿 梅人领着一个姑娘进来说 你们谈 我出去办点事 姑娘虽然不是很漂亮 但还算周正 莱索心里也就愿意 她知道自己家穷 说媳妇不能挑三拣四 差不多就好 只要孝顺父母就行 莱索是个内性人 平时就不爱说话 在姑娘面前更是难以出语 所以 两个人都不说话 气氛就有点尴尬 这时 女的看了莱索一眼 身子往莱索这里挪了一下说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莱索脸红得点点头 头也不敢抬 却见姑娘又往她身边挪了过来 几乎挨在她身上 莱索便往这边挪了一下 怎么 你不是说愿意吗 干嘛躲我 姑娘说 莱索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心里想 头次见面 一个大姑娘怎么能这样 看来是个不减点的当女人 便站起身来说 我走了 说完便出门走了 路上碰上没人 没人问 怎么就走了 你看姑娘怎么样 莱索说 不怎么样 说完就走了 此后 再也没去相过亲 转眼已经过完年到了开春 莱索父亲说 修房子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 过几天就请匠人来修房子 莱索母亲说 眼看就要修房子了 可这媳妇还没个眼 莱索你也别挑三拣四的了 过日子嘛 差不多就行 我再托美人找找 到了冬天 山上就去得少了 所以 莱索和父亲一个冬天 才挖了几十斤 莱索要把这些药材 拿到集市上卖了 来到集市收购药材的地方 过完秤 拿了钱 就往胡辣汤铺子去 来到店铺 要了一碗胡辣汤坐着喝 喝完胡辣汤 来索便起身走出胡辣汤铺子 往那个胡同里走去 刚走进胡同不远 女乞丐突然冒出来对她说 快带我去你家 你不是哑巴 莱索道 你才是哑巴呢 别说了 快带我回你家 女乞丐说 你去我家干嘛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叫啥 哪里人 为啥成了乞丐 莱索道 现在没时间 过后我给你细说 女乞丐道 于是 莱索也不问了 带着女乞丐一路赶回家 回到家 母亲见儿子带回来一个 穿得破破烂烂的姑娘 便问这姑娘是谁 儿子说 以后给您说 我们现在有事要谈 母亲就不问了 儿子大了 有自己的事要做了 莱索把女乞丐带到自己房间说 现在你说吧 到底什么事 女乞丐拿出一张图说 你大概也听说过 那个亲王带几大箱银子难逃的事吧 那不是传说 而是真事 这就是他藏银子的秘密地方的图纸 那你是怎么得到这图纸的呢 莱索问道 女乞丐说 我叫何玉兰 家在县城 五岁时父母都去世了 我没有兄弟姐妹 也就没了家 便到处流浪 后来被一个老人收留了 老人是个贯偷 技术很高 但他有个原则 只偷官员附加 当然饿了也会去饭馆偷吃的 他教会了我很多技术 临死的时候 把这张图纸给了我 说这是他师父传给他的 按照这张图纸 能找到当年那个亲王埋藏的几大箱银子和首饰 但他老了 不中用了 所以把图给我 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些银子 这么说 你现在是找到这些银子藏在哪里了 莱索问 是的 最近 我一直在寻找藏银子的地点 最后 才找到你的村子 最后发现这些银子就藏在你家地下 你还记得在镇上有人追我吗 追我的人就是县令侄子派的 他们好像知道我身上有一张图纸 可以找到银子 便派人暗中跟着我 想知道银子究竟藏在哪里 女乞丐说 什么 银子藏在我家 这不会是真的吧 莱索感觉就像在做梦 这是真的 我看过了 你们家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 从房子结构和用料看 不是普通人家的房子 但不知道怎么会成为你们家的房子 今晚我们就找买银子的洞口 你告诉父母 还要像平时那样 不要让外人知道你家来了人 女乞丐说 来锁说好的 到了半夜 女乞丐让来锁把家里的窗户用不遮了 然后开始寻找藏银子的洞口 女乞丐用斧子在房子里墙壁上轻轻敲打 但四壁都敲遍了 依然没有发现里面有空的 接着她又在地上找 也没找到 女乞丐又看看图纸 确定应该就是这里 但为什么找不到洞口呢 后来 来到母亲房间 发现母亲睡的是土炕 她突然对来锁说 把土炕拆掉 来锁说 难道会在土炕里面 那父亲建土炕的时候 为什么就没发现呢 我也不知道 不说那么多了 快拆掉土炕吧 于是 来锁让父母先去自己房间休息 然后他便开始拆土炕 拆完土炕 女乞丐仔细寻找 还是梅宇发现洞口 会不会看错了 银子根本就没有藏在这里 来锁说 女乞丐没有说话 继续寻找 突然他说 找到了 他指着土炕底上一块地面说 你看 这里的地面颜色和其他地方有差别 应该是这里 于是就让来锁在这里挖 果然 没挖多深 就出现一块大大的石板 将石板翘起来 下面是一个洞口 女乞丐和来锁从洞口下去 天哪 下面竟然是一个很大的密室 里面放着五六只大箱子 打开箱子 里面全是银子和首饰 价值连成 从里面的东西看 应该是亲王建的房子 来锁简直惊呆了 做梦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女乞丐说 这下我们发了 我们带着这些银子和你的父母远走高飞吧 可来锁说 这么多银子我们怎么带 再说 这是亲王的银子 发现了应该充公的 我们带着这么多银子和首饰 一旦被发现会被杀头的 至少会做一辈子老 你是说把这些银子交给官府吗 女乞丐问 对 至少不被县令职字那些人得到 他们如果得到这些银子 就会据为己有 来锁说 你说的有道理 带着这么多银子的确很危险 即便不被官府抓住 也会被一些盗贼追杀 那就报官吧 但我们不能报给县衙 因为县令应该也是个贪官 不如报给知府 而且要让知府衙们大张旗鼓地把银子运走 女乞丐说 好 还是你想得周到 就这样办 他们把事对父母说了 父母也同意报官 第二天 来锁和女乞丐来到河东府衙 把银子的事报了官 河东知府十分重视 如果把这批银两交回国库 也许自己还能官胜一级呢 于是 他一边将此事上报巡抚大人 一边立即派官兵来到郑家厂 将来所加团团为助 不久 巡抚大人就派官兵来到郑家厂 将所有银子和首饰清点密封 运回省城巡抚衙门 并入了国库 事后 河东知府官生一级 并要来锁来河东府衙做事 但来锁没有去 而是修好了自己的房子 与女乞丐成了亲 然后依然和父亲一起上山采药 去镇上卖药 不久 县令因贪污国库银两倍割职查办 县令的侄子 因七行八事也被判坐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